彰化县政府将在陆港镇统一度假村对面的空地 兴建陆港地区公车转运站 中央派员勘查后 规划案提报内政部审议 县议员图书妹今天在县议会质询 一再向县府反映 转运站由美食街和旅馆分明与陆港在地商家抢生意 应重新规划空间使用 图书妹表示 游客到陆港在曲折向道 庙口寻找美食 在老街住民宿 体验陆港在地生活 县府坚持公车转运站的楼上 经营美食街 影城旅馆 岂不是与民争利 县府规划前有无省认评估多功能转运站的可行性 设在陆港镇统一度假村对面的狭长空地 适合吗 为何不选择福星乡桥头村的近藏公墓 陆港镇近藏公墓 土地面积大 适合当公车站与停车场 公务处长林汉斌回答说 县府配合陆港国家历史风景区 规划新建陆港地区公车运转站 县府看过国内外交通转运站的资料 针对陆港这处转运站提出完整配套措施 把陆港正公车路线移到外围 让在地元宿商家与外部资源结合 虽然陆港有200家民宿 但转运站旅馆可给游客更多选择 至于公务卫在都市计划区以外 综合评估土地使用 变更时程 招商魅力 都不如同一度假村对面那块空地 你们不采纳就是不采纳 我讲再多也没用 图书美表示 他转达在地商家与旅宿业者的意见 县府自说自话 至若亡文 根本不管在地民众想什么 他实在很无奈 但该讲的还是要讲 彻化县路港公车转运站规划案已定 中央派员勘察时 县府派员说明 记者简会真摄影 分享 彻化县路港公车转运站现在是草地 记者简会真摄影 分享